今天是我伊利生日哈 不是前两天去问那个老大爷 他家的地卖不卖吗 今天我去问也卖还是不卖 哎呀让他爸坐着一起吃呀 哎呀 哎呀 给他爸拿个罐头拿把勺子 让他爸在这坐着和爸爸一起坐着吃啊 哎呀 鱼罐头 现在还要吃一点 妈妈吃不饭 对吗 少吃一点 你尝尝爸爸的吧 不要啊 你哪像油 要不要一点点啊 要 要要要要 要你就点点头 睡觉你摇摇头来 蛋黄酱 烧起点好吃吧 好吃 还就是有点大米饭啊 早晨六点半就起来了 哎呀好吃哈 哦洒了啊 掉地下去了 你看爸爸 我现在有那肠子 太大洗了 太大 嗯 用手拔着 你看爸爸用手拔着 用手拔着这个小碗 要不就洒了 说说说 拔住小碗 哦 啊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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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たまたま要忘了 有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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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丢了一桶妈妈丢了一桶 谢谢 明天休息啊 那个日历上那个字是红色的 嗯 就休息不上幼儿园 他这家伙呢 自己去 把手包搬出来了 要上幼儿园 哎呦 怎么把尿不湿弄去了 放车梯里边去 哈哈哈哈 你看你这个眼神 你看你这个小眼神 哎 穿上去了 哎呦 这棒啊 一个二个穿 这是衣服 这是衣服 不是往脚上套的 是往头上套 哈哈 哎呦 真漂亮 这么漂亮的小闺娘嘛 今天是我伊丽生日哈 今天我要去 呃 做一件事情吧 不是前两天去问那个老大爷 他家的弟卖不卖嘛 啊 老大爷也做不了决定 说等他和他儿子商量商量 哎 我就觉得这老太太和老大爷 人真的挺好的 我作为一个陌生人啊 是外国人 直接跑到人家家里边去问 你家的地卖不卖 因为那个老太太还挺好的 就直接招呼他老头说 嗯 那个什么 我也不知道咱家的地 他不是有地劲吗 从哪到哪 人家老太太就说 他老头说 就跟他老大爷说 你你带他上地里边去看看 大热的天哈 大中午啊 两点钟左右吧 啊 大热的天 你那个老大爷 真的就开车 让我先上到地方等着 老大爷就开着车 上地里边去 我们俩告诉我地价到 从哪到哪 就是你看 人家都没决定 卖还是不卖 其实我想说 你不用带我去看也行 我首先想知道 你家的地卖不卖哈 如果卖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哈 在哪 反正我只知道 都是我们家附近那个地方哈 因为老大爷那么好 那么热心哈 虽然不知道卖不卖 今天我求问你 卖还是不卖 哎呀 我觉得人家挺好的 我买两盒点心 但作为就是一点心意吧 你老大爷那么大热了天哈 去那什么 不管是卖还是不卖 这是我的心意哈 再讲话 大清早上起来就哼急哈 干啥的让我抱着 你看看这小闺女 长得是真可爱呀 哈 就是有时候哼急哈 哼哼不哼啊 我们就买这么个点心吧 感觉是软和的 这个不好吃 给你 就是个点心吧 感觉是软和的哈 老人也能吃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在这儿排队的 你看一下 来过来排队 在这儿排队 来 老大爷家里边来问 lleg后 在等待 大早上 小子 好 把这个 开束 明天 我 很大 它有在經過的 有新的畑 那它是很大的 很高的 不,少它看 嗯 这个小猫 猫咋这么样子 啊 啊 你的要寿司吃啊 啊 好 妈给拿哈 拿这个好不好 畑一大哟 嗯 山口山的地方一大哟 那我一大哟 一大哟你也一大哟 这些这以后都不真不能买寿司了呢 上面的鱼啊虾呀 这是鱼子的都吃完了 就剩大米饭不吃了 哎呀妈呀 都不好吃了都吃完它了哈 雨伞好 第一次见识雨伞 这么丢了 在这里种了一颗葡萄 是个新型的那个葡萄啊 本来想把这个地方这个花给它刨了 拿到地里边去种 哎呀 这个根啊太多了 跑不跑了就这么种上去吧 反正在这种颗葡萄往上爬 往上爬 想在这上面打一个架子 我们这地方不是这地方有一个车库吗 在这地方打一个葡萄架子 上面就是 种葡萄去哈 想看看打个架子之后 在这给我闺女挨一个秋千 从从这上面哈 上边全是葡萄架子 下边弄个秋千 哎呀他爸从楼上下来了 赶快把他手的那个掰了一半 给他爸爸吃啊 这拿一个给爸爸爸爸也想吃哈 哎呀黑纳架真是好孩子哈 来这就送给爸爸吃吧 爸爸你吃吧哈 爸爸 哎呀哎呀啥有了一口姑娘 谢谢你黑纳架 谢谢 被给爸爸都弄坏了哈 看看就行了哈 又生气了 不能动 爸爸就得学习 一下给爸爸弄坏了 爸爸就不能学习了 今天买了两条这个大鱼 我用他做大酱汤 放点这个女粉 今天是我过生日 其实哈 我阴历的生日 咱国内是不是主要还是过这个阴历生日过的比较多哈 这些年也是 哎呀 除了我的家人 我小弟 我妈 嗯 知道我的生日外 还有一个我就是 嘎活了能有多少年 十二十年吧 但真的有二十年的一个朋友哈 老邓 老邓姐 从我下学之后我们俩就认识一直到现在 每年他和我小弟啊 能记住我过生日吧 大清早两个就给我发信息 嗯 给我发红包 哈哈哈 我都没要 我现在挺好的 我也自己也挺知足的 其实我过生日 我老公都不知道 特别是过阴历生日他就更不知道了哈 过阳历的话 他记他他能记住我阳历的生日哈 嗯 知道我哪天过生日 但是也从来也不会说是去给你买个花 买个蛋糕啊什么东西也不会也不会说啥 哎呀说点什么好听的 给你个惊喜啊什么的哈 嗯 其实咱都希望有个惊喜哈 这要是说生活过的顺心的话 有这种惊喜呢就更好对不对 但是没有的话 我现在我一点没觉得说心哎呀 有埋怨啊心里边有怎么怎么的 真的是没有我如果我是第一次结婚的话 那个时候我会我很会哈 为什么呢就是我过得太不好了 就是你想一想好比说是十分吧 里边有七八分是不好的也就那么一分两分 还凑合着吧哈 但是现在是反过来的 我现在是七八分都是好的 就那一分两分觉得还是有点呃不好吧 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对不对 能过成这个样子我已经很满足 我很知足了哈 就包括我老公说是不记得我的生日什么东西的 我从来没有抱怨也不会说啥呀 你不知不记得我过生日 不会不会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嘛 哪来那么多惊喜哪来那么多好事情对不对哈 就两个人就不打不闹的好好生活 这已经就很好了哈 嗯就像是说过生日吧 你你反正我也有钱也不是没有钱 嗯你想吃什么东西想买什么呢就去吧哈 今天就是买了点吃的也没有什么想吃的去超市看了看也没有什么 买了三块蛋糕今天晚上吃然后今天晚上再做点啥菜哈 就简单的吃点就行了 因为我老公他就是正八经的嗯没有什么弯弯毛病他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他知道自己应该上班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养家糊口 我买的那个螃蟹腿人家是弄完了之后冷冻的哈 你化冻之后就可以吃了啊洗手洗碗手妈妈给吃 哎用这个磨鱼炒的小白菜就用油炒点虾这个用鱼做大酱汤 这是我买的螃蟹腿哈 你看这冻好的这个 平价酱吃一个吧好不好来平价酱吃一个 那天要不要 嗯吃吧咬着吃哈 哎呦 嗯真棒 咬下来了 一小块别弄太多 有哈实际有有嗯嗯嗯嗯嗯真好吃 蛋糕啊蛋糕来 天哪家的蛋糕 天哪家的蛋糕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草莓还有一个小朋友 那是爸爸的我老公呢是个这样巧克力的这种 吃好好吃蛋糕哈 草莓也放在盘子里边 妈妈是个这样的 啊蛋糕啊蛋糕 这是不是蛋糕 嗯嗯好吃